火灾时 妈妈抱起妹妹爸爸背着哥哥逃了出去 留下我一个在火里 我的脸被烧伤了 从此 娇满喜欢争强宠爱的我变得懂事了 反正我也快死了 这一点点爱 谁爱要谁要吧 他们却后悔了 握着我鼓手如柴的手你 再向我闹一次小脾气吧 好吗 妈妈搂着妹妹 爸爸背着哥哥 他们从火里冲出来 然后紧紧地抱在一起 为这场劫难逃生而哭泣 里面还有没有人 消防员赶来 急气地问 妈妈慌忙地转身 轻点人数 然后用手紧紧搂住他们 而这个时候 我刚捂着嘴从火里面冲出来 这句话顿时让我像个可怜的小丑 我的身上焦黑 衣服破破烂烂 而他们因为出来的早 几乎没被烧到衣衫整洁 我原本苦苦支撑站立的身体 被妈妈的话轰然击倒 我摔倒在了地上 剧烈的灼烧的疼痛 蔓延了我整张背 我叫鱼鱼 大名是江鱼 从来都是多鱼的 哥哥 你别搁置我 逃出来后 妹妹和哥哥打闹起来 欢笑声让父母的满面丑龙减轻了一些 可妹妹脚下一摔 手正正好好摁在我背上的伤口 啊 我痛得惨叫 我能感受到 刚包扎好的伤口又伸出血来 整片伤口的痛苦都被牵动 妹妹害怕地爬起来 锁在哥哥的身后 黑溜溜的眼睛透露着不知所措 撕 鱼鱼 立刻 妈妈则背的眼神就看向我 还严肃地说又在闹脾气 为什么哄妹妹 她的眼神碰到我后猛的一顿 又比平常多了一只嫌恶 眼面哭了起来 我的哭泣声回荡在空旷的黑夜里 他们都沉默了 等我哭完 妈妈牵着妹妹的手来到我面前 她叹口气 想要把我的手牵起来 我轻轻地一躲 她的手顿住 然后说鱼鱼 你体谅一下我们吧 我们不是不爱意 哥哥正在事业上生气 妹妹又那么小我 哽咽着看着她 你就懂点事 好吗 我看着她苦口婆心的样子 笑了 真是可笑 分到我身上的 从来都是那么一点面 妈妈看我笑了 可能是以为我不生气了 并把我的手拉过去 和妹妹的手叠在一起 哎这就对了 几几块和妹妹说句对不起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我们可是一家人了 她温柔地打着圆场 制造着一场虚假的大团圆 话虽然是对我说的 可她的眼神始终在妹妹身上 与其温柔 哄得满是眼泪可怜巴巴的妹妹 听到她的话 我猛地把手抽回来 妈妈失望地看我一眼 丢下像刀劲一样的话 我有三个孩子 就你被养得那么娇气 然后愤愤地抱着妹妹走了 是啊 这就是她口里的娇气不懂事 从前的我格外喜欢 和爸妈撒娇要东西 可能是因为我本就不讨喜 要是再不爱争宠 这真的什么也没有 现在我快要死了 我生病了 这点爱我不抢了 因为房子被烧了 我们只能另找地方住 所幸我们原来住的地方 是独栋别墅 大佛没有殃及到别人 找房子很麻烦的 三个孩子不好带 我们只能带着两个 另一个先送走 当爸爸说出这句话后 所有人都自动地 起刷刷地看下我 我苦笑 按我以往的性格 我一定要扑到 爸爸妈妈怀里撒娇 然后大哭一场 让他们无奈地说 哎呦 这是哪里没办法 我们平时就是太纵容你 要不然你那么爱撒娇闹小信 可哥哥和妹妹 不用撒娇 就能有他们想要的呀 这次我没有闹 只是轻轻点了下头 书远地往后一退 声音嘶哑地说我走 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于是我被送去了大佛家 我每天都要看着 大佛和大本鲁的眼色生活 起初他们还会对我笑一笑 可后来 他们直接对我冷脸相待 无论是我早起 把所有的家务都做了 还是出去剪塑料瓶 换了钱给他们 他们都还是撇着嘴角 做出一副难以言语的表情 直到某天下午 我打扫完厕所的卫生 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他什么时候送走啊 哎 再等两天吧 呃 你没闻见他身上的臭味吗 这几天和他说句话 我都得多洗两遍澡 而且多一张嘴 压力多么大呀 我低下头 纹着自己的身体 他们不喜欢我用这里的灵异器 所以我不敢用 当天晚上 他身在去世一般 生怕他们不高兴 他们点了点头 原本僵硬的像冰块一样的脸 融化了许别 来 鱼鱼 别光吃鱼干了 吃这里啊 伯母也罕见的 给我加了块鸡蛋 地下室很冷 门根本挡不住冷风 风向针一样 扎得我伤口又腾弄痒 我过井破棉被 泪水和鼻涕一起流了下来 口里好渴 我一天没喝水了 剧烈的干渴下 只能缩着身体出门 门口 地上的脏水 从管道里躺出来 一只流浪猫 伸出舌头舔势 我犹豫了一会 也趴了下来 在干渴面前 尊严也变得没那么重要 我只感觉水又凉又甜 等我喝完 摸摸嘴站起身时 我才发现 哥哥冷着脸站在我面前 不知看了多久 他怎么突然来了 还一直在看我这副样子 我的身体轻微晃了一下 准备逃窜着躲起来 走啊 回去吃顿粘烟饭呗 他突然走过来说 我没有预料到他这个举动 慌忙地往后退 生怕自己的味道会熏到他 可他紧皱着眉头 拉住我的胳膊 走 然后把我转上车子 在惶恐不安中 我来到了他们的新家 我没有进去 观望着这里 双层小洋房 带小院 很整洁干净 他们经济上似乎并不窘迫 可为什么偏偏不能带上我呢 我低下头 磨蹭着不想进去 屋里的他们也不知道我来了 还在欢声笑语着 爸妈按一句句 叫着妹妹好宝宝 笑得可开心了 这显得我哥哥不入 这时 妹妹突然跟姐姐去哪了 场面一下子就冷了 刹那间 没有人说话 哥哥站在我一边 也没什么表情 哼 他把我们家房子给烧了 还有脸回来 叫他来吃顿饭就行 等他到了 咱们好好批评他一顿 妈妈冷冷地接了去 我难以置信地看向哥哥 当时你明明在场的 一定不是我 是妹妹可我话音未落 哥哥猛地扭过头 低声喝到闭嘴 我被她的声音吓到 嗖到角落里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变得对声音很敏感 对他人的情绪也很敏感 厌恶行其愤怒 都让我浑身颤抖 对不起我乐乐开口 可哥哥的脸更冰冷了 一声说我妹妹本来就胆小 好不容易过个年 你就别再扭出事来了 到底谁闯了货 很有必要说吗 这话说的 好像我不是他妹妹一样 我摸着自己灵循的骨头 点点头 我可以不说出去 我说 哥哥的脸色有些缓和 说先去吃饭吧 爸妈叫我接你的 我低头 摇了摇头 能给我点钱吗 我要买药 哥哥又变冷了 黑药石般的眼睛充满了厌恶 你有没有良心啊 好不容易回家一趟 还只不要钱 哥哥边说着 却还是从口袋里 掏出了几张红色的钞票 披头盖脸向我扔来 我没有什么表情 蹲下来捡钱 哥哥握了下拳 好像更生气了 真是不争气 我这么羞辱你 你也不反抗 他冷冷地说 好像按照以前的我的确 会气呼呼和他打一架 这次我没有理他 突然小腹一阵去痛 我来立架了 而刚刚却喝了地上的凉水 可以给我杯热水喝吗 求求你了 不慌忙捂着肚子 眼睛里淡了泪水 见我突然弱势起来 哥哥笑了下 脸色淡些得意 他什么没说 只是迈开长腿 喷了一声进屋关上门 人没接着 死活都不来 隔着门 我听到他大声地说这句话 小夫拉扯着疼痛 冷汗顿时从我额头低下来 一阵剧烈的呕吐感 从我胃里翻涌出来 腿肚子抽搐着 我跪在地上 约了过去 离迷糊糊的 我好像看到了 他们惊慌失措的表情 当我醒来时 鼻尖弥漫着消毒水位 面对着白色的天花板 护士姐姐开心地说你醒了 我点点头 问姐姐 是谁送我来的 她回答道 是你的家人啊 顿时 我的内心非常复杂 他们竟然还能把我送到医院 突然 护士姐姐欲言又止 但顿了顿 还是拍了拍我的手 没说什么 怎么了姐姐 我疑惑地问 她慌忙地说啊 没事 你太虚弱了 刚给你说了屏皮泡糖 你太瘦了 以后多吃点 她心疼地反复看了看我的手腕 让她走了 我躺下 点泪梳地下往外冒 我使劲抹着眼睛 怎么止都止不住 呼着哭着 我就睡着了 过了会 顾时姐姐来给我换药 她顺手给我盖了盖被子 然后和别人说着悄悄话 我好久没睡过 这么温暖安心地叫了 虽然醒了 但身体依然没动 是啊 他们家里有个小孩撒娇 非要去饭店吃饭 他们就把这女孩撇在医院了 真是没见过这么离辅的家人 你说吃饭什么时候吃醒了 故事姐姐气气思语说 我的心脏抽疼了一下 不是说好不在乎他们了吗 怎么又难受了 我在心里默默问自己 晚上 爸爸妈妈和哥哥妹妹 打包了剩菜给我 姐姐 你给你带了好吃的 妹妹蹦蹦跳跳地抱过来 身体差点撞到我的针头 我把手高高抬起来 躲开她的动作 其他人即使一愣 我苦笑 这又是我不懂事了 为了找不回来 我两忙把菜接过来 说太好了 我正好饿了 然后用力挤出一个笑容 他们点点头 可表情还是透露了不悦 虽然是剩菜 可还是很香 我真的饿了太久了 几分钟后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 更严严实实地躲在被子里面 然后小心翼翼地说 谢谢你们把我带到云乱里 我学着妹妹欢快的语气 尽量让自己显得讨人喜欢一点 他们互相对了对眼神 一眼不发地出去了 好像我们欺负你了似的 哥哥喷的一声摔了门 我吓得一哆嗦 用力地拿被子捂住自己的头 黑暗让我感到更加窒息 因为我的相貌和年龄 正经兼职根本找不到 出院后 我利用空闲时间捡瓶子 那天 我正满头大汗地扒着垃圾堆 腥臭的鱼刺和烂菜下 好不容易有一个塑料瓶 突然妹妹的声音传过来 我心里一惊 把帽子遮得更严实一点 妈妈 我好像买这个羊娃娃呀 才五百块钱 你就给我买一个好不好 妹妹运在妈妈的怀里 哥哥在一边宠溺地看着他们 呵 妹妹这不也在撒娇吗 可她从来没被说过 不懂事 我快速地把瓶子捡起来 想要离开 突然 他们一下子看到了我 在这种注视下 我不安地把袖口往下拽了拽 企图增加一些安全感 你看啊 你要是不好好学习 长大了也会像那个人一样 妈妈指着我说 我松了口气 这是没认出我 因为要遇寒 我从垃圾堆里 找出了好几套棉服帽子 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妹妹点点头 搂住妈妈的脖子 以后我赚钱给妈妈买大房子 绝对不像流浪汉一样 他们欢笑着走了 只有哥哥没笑 他回头深深地叮了我一眼 第二天 我继续剪塑料瓶时 他就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一脚狠狠地踩在塑料瓶上 你做什么 我不解得看见那个瓶子 他扬起笑容 你每天这个样子 简直就是丢我们家的脸 我不允许 然后他抢过我已经 剪满的一袋子塑料瓶一拉罐 送给一边也在时光的老奶奶 老奶奶眼睛咕噜转了两圈 接过了袋子 说谢谢啊 然后他深怕我抢过来 飞快地走了 我气得去撕扯着哥哥的袖子 被他嫌弃地甩开 这是我今天的饭钱啊 每天捡个几块钱的瓶子 可以勉强让我买点蛮兔咸菜喝水 至少能填饱肚子 他这一抢 我又要挨饿了 一晚上捂着咕噜响的肚子 嘴里不断地咽着口水 连水也喝不上 我还得去喝地上的脏水 我凭自己的劳动赚钱 你凭什么瞧不起我 我流着泪说 我们家真是养了你这么的白眼狼 只认钱 一点感情也不念 这么多天 你回家看过我们吗 你回来低头认了错 有那么难吗 哥哥也生气了 皱着眉头说 不是我的错 我从来都没有犯过错 我嘶吼着说 像个疯子一样吼叫 吼得整个胸腔都要被我撕裂一般 然后我虚脱地坐在地上 愤怒让我感到头剧烈的痛 不是我的错 我捂着脑袋念叨着 至于吗 你就那么缺钱 那么点破瓶子的钱你也要 哥哥难以置信地 冰了我几秒 可就是他看不上了破钱 无苦维持着我的生存 良久 他丢下一句话 反正以后你再给我们家丢脸 不可能 从此往后 哥哥每天都盯着我 阻挠我剪瓶子 我饿得眼冒惊心 走两步都觉得自己要晕倒 可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同学很喜欢我的铅笔画 我好像在画画上有些天赋 我就画各种卡通素描 五毛一块地卖给他们 有一个画家来我们学校讲课时 看到了我的画 你想跟着我学画画吗 他找到我 笑咪咪地说 可我得了癌症 爸爸妈妈也不喜欢我 我只是想努力地活下去 就够了 至于学画画 我想都不敢想 我看着他温柔的面庞 说 画家阿姨叫沈静青 沈阿姨说 那我带你去国外 让你接受治疗和教育 你愿意吗 他的眼神变得心疼 语气也格外温柔 我点点头 顿时充满了希望 好像身体里装满了一整个春天 跪下来给他磕头 阿姨我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 他扶起来我 然后握住我的手 轻轻地笑了 宝贝 阿姨和你爸爸妈妈说了 带你去国外学习 沈阿姨拖着行李箱 高兴地摸着我的脸颊 我给你买了几箱新衣服 等到了让你慢慢试 我会把你打扮得像个小公主 她把我抱在怀里说 我仰头看着她 说阿姨您真好 以后都会好起来 对吗 阿姨笑着点点头 她对我点了肯德基 让我边吃边等 她要去办手续 可等啊等 她还没来 我担心地去找她 就发现 哥哥和妹妹出现在了机场 他们笑嘻嘻地 和沈阿姨说着什么 而沈阿姨的脸色格外阴郁 过了半晌 他们也看到了我 沈阿姨叹了口气 对我说抱歉 鱼鱼 我爱一个人走了 历史间 我不知所措 对她说阿姨 是不是他们对你说什么 沈阿姨轻轻把我的手拽下来 说鱼鱼 你的家人看起来很爱你 为什么要骗我呢 癌症这种大事 你也要用来骗我吗 我都费力给你联系了 国外最好的专家了 一瞬间 我好像对雷劈了一样 爱我 他们觉得他们爱我 我要拦住沈阿姨 想要和她解释清楚 和她推开我 急匆匆地要去登机 看着哥哥和妹妹 嬉皮笑脸的样子 我整个人就好像丢了火影一样 眼前的一切景物都在发白 都散发着光运 这一定是在梦里吧 等我被哥哥和妹妹 带到出租车上 我才从恍惚中脱离 妹妹一边趴在哥哥耳朵 边说着什么 一边用眼睛叮着我笑 你们为什么这样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毁了我 我质问他们 我把她的手打开 一个人下了车 慢慢地走回 那小小的地下室等死 不知走了多久 我回到了那个 夜暗潮湿狭小的地方 我缩在破棉被里 这就是我该住的地方 鹰沟里的老鼠的家 春天快来了 我明天熬过最冷的冬天 偏偏要在春天里离开 你说江鱼真是不懂事 我们每月给大伯五千块钱养着他 他还这么给我们丢人现眼 都要跑别人那里 让别人养他 突然 哥哥的声音出现在地下室门口 然后逐渐变远 我冷笑 原来他们给了大伯钱 可大伯每天都冷眼对我说 我能老啊 养不起多余的孩子 然后不断暗示着我 地下室也是可以住人的 是实在受不了 我才搬到这里了 突然 一只老鼠从地下室窜了出去 妹妹尖叫一声 哥哥却突然来了兴趣 走 我们抓起来去下江鱼鱼 他们兴森地跑进地下室 却看到在破棉被里 瘦骨灵循的我 鱼鱼 哥哥震惊地看着我 跑过来抓住我的手 你怎么就住在这么个地方 他这眼眶通红 乌叶声从喉咙里传出 我奇怪地看着他 他竟然哭了 哥哥把我抱起来 说回家 我带你回家 我却使劲挣扎着 说不 我不要回家 恐惧像头野兽般 在我内心吼叫 我浑身都颤抖起来 可我根本挣扎不过他 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 没有什么力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 离家越来越近 痘大的泪珠从我脸上滚落 那个我曾经期盼依赖的地方 现在让我那么厌恶和恐惧 爸爸妈妈盯着我看了几秒 顿时泪流雨下 他们好像站不滚了班 腿也摇晃着 两个人亮亮呛呛地扑过来 小鱼怎么会这样 我们不知道会这样 他们趴在我身上哭 我嫌恶地伸出手 想要推开他们 但我身上没有力气 只能叙叙地做一下推的动作 不光是地下室的原因 还有我的病 我得了癌症 你们不是不信吗 我怎么笑地说 他们立刻要带你去检查 对于这个 我没有推脱 我还是想活下去 哥哥把车开得飞快 汗也从额头往下低 到了医院 医生严肃地摘下眼镜 怎么拖了这么久 他问 爸爸妈妈哆嗦着嘴 例如说之前不知道啊 我别过头去 你跟我说过无数次 他们都不信 哎 能联系上国外顶尖专家 倒能有救 只可惜医生摇摇头 他说出了这个鲁鱼 最顶尖专家的名字 我默默攥紧了拳头 天像塌了一般 一瞬间 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周围也仿佛静音一般 最后的希望没了 那个专家 正是沈阿姨跟我联系的那位 他们亲手把我的机会断送了 爸爸妈妈说 那要碎碎 现在这家医院置之行吗 他们已经剔泪横流 我气若油丝的开口不用了 让我回家 医生都正说 已经不用事了 我们家只是普通小康 根本不可能联系到那个专家 我要让他们亲眼看得我痛苦死去 而这些痛苦都是他们造成的 我回家后 成了全家的焦点 之前的透明人 一下子成了备受宠爱的小公主 可我一点也不快乐 我的头发掉光 瘦得皮包骨头 一点东西都吃不下 爸爸妈妈为我辞去了工作 到处奔走 询问有什么好的女生 他们说要抓住最后一丝希望 那天 他们回家后 发现家里都打扫整齐了 他们抱起妹妹 轻声道又打扫卫生了呀 乖孩子 谢谢你 每次都是你给我们减薪负担 他们嘲出一口气 看起来很疲惫的样子 妹妹捏着一脚 低下头 什么没说 哥哥在一边怒了 是碎碎打扫的 我拦着他 可他非要打扫 他踹了下凳子说 我虚弱的大喘气 感觉有点想笑 哥哥 你这个时候 竟然不维护妹妹了 爸爸妈妈很惊讶 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呀 那之前的家务活 也都是你做的 我地上眼 不想理他们 每次你们都觉得 是妹妹做的 每次在我撒娇时 你们都直接认定 是我不懂事 我爱争宠 可我只是在争取公平 他们走过来 握着我干柴的手腕 不要这么懂事了 好不好 再闹一次脾气吧 他们的姿势 几乎都跪下了 祈求般地对我说 之前一直让我懂事 为什么现在又变了 我不断地大喘气 勉勉强强说完一整句话 他们眼眶瞬间就红了 然后伸手抹着眼泪 能看出来 他们哭过很多次 鼻头都显破皮了 我现在很懂事 不要赶我走了 好吗 我看着他们 因为恐惧 我的声音都在发颤 我不想带着黑黑的地下室了 那里有老鼠咬我 眼泪滚下来 我只想在最后的时间里 吃得住得好一点 他们彻底痛哭了 趴在我的身上 嘶哑着嗓子说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可我很仰恶他们的碰触 我像吃鸡蟹一样 使劲地把自己的身体拨起来 爸爸妈妈看到了 吓得连忙说 鱼别动 我们不碰你了 不碰了 他们带着哭腔 颤巍巍地起身 就这才注意到 他们的头发都白了 是为我白的 可那又有什么用啊 哥哥给我喂饭 可我连一粒米都吃不下 我想喝点水 我有气无力地说 他立马把水杯递给我 味道我嘴边之前 还试试水温 水沾了下我的嘴唇 不感到湿润没那么渴 就说好了 这么爱喝水 你真是条小鱼 哥哥笑着对我说 还轻易地摸摸我的头发 我往后躲了下 说因为以前 喝不上干净的水啊 我永远记得 那点干渴的感觉 哥哥眼圈又一下子红了 他别过脸流泪 手无助地撑在膝盖上 他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我看着他 只会说这一句话吗 他顿住 手又无措地拽着袖口 好像之前我在他面前 那种不安又取簇的样子 我从身后拿出一个信封 他又睁大眼睛 是给我们的吗 哥哥的眼睛很亮 带着几分西剂 给史阿姨的 帮我试着寄给他 可以吗 我说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可我不想让他认为 我是坏海子 哥哥眼里的光 一下子熄灭了 他垂眸说好 我感觉气息更微弱了 连手指都在打颤 哥哥也看出来了 使劲地抓住我的手 不断地念着我的名字 鱼鱼鱼鱼鱼鱼 这可笑的名字 别叫我鱼鱼 我闭上眼睛 只留下哥哥淒厉的哭喊声 妹妹爸爸妈妈 和哥哥妹妹都哭得很伤心 妈妈不断地把我搂在怀里 摇头道我不信 她的身体里面还是热的 我不信 爸爸一根接一根地抽烈烟 哥哥疯了一样 对着天空自言自语 妹妹哭得很无助 好几天了 他们还是持续在这种崩溃的状态 我的灵魂飘在上方 无聊地拖着塞 哎 人都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吗 反正我也要走了 可我得看着 给史阿姨的那封信 被送出去才行 可哥哥一直把那封信捂在胸口上 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呢 哥哥好像听到了我的声音 把那封信拿了出来 他疯了一般地冲出去 说要把信给送到 可他找遍了人 都没法找到沈阿姨的联系方式 沈阿姨是知名的画家 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 更何况还要防备他那批疯狂的粉丝 联系上他真是难于登篇 碰壁了一个月后 他混混沌沌地走在大街上 眼睛里失去了神采 他的眼皮搭拉着 好像在梦牛一样 竟然把那封信打开了 可看着看着 他就疯狂地垂墙流泪 沈阿姨 如果你是我的妈妈就好了 我们家没有一个人爱我 唯一一个逃离的机会 也被他们掐断了 信里的内容 好像让他很痛苦 鲜血都顺着指缝躺了下来 好久好久 他才停下 躺在地上 地很凉 他却把胸膛紧紧地踢在地上 然后闭起眼睛 妹妹他泥喃一句 一辆车对他疯狂地摁着喇叭 哥哥狼狈地爬起来 向他边驱躬边离开 车主把头探出来 狠狠地朝他吐了口唾沫呸 哪来的流浪汉 回到家 这封信被哥哥珍贵地放进了相框 大家都看着信流泪 鱼鱼不爱我们 也是我们活该妈妈抹着眼泪 我皱皱眉 鼻子也气得皱起来 我不喜欢鱼鱼这个名字 为什么都那么喜欢叫我鱼鱼鱼 可他们似乎始终觉得 这个名字没问题 这个家在勉强维持着 直到某一天 妹妹不小心把相框打碎了 哥哥疯了一般 指着妹妹的鼻子说 鱼鱼已经帮你多少次 爸爸妈妈一直以为 之前房子是他手的 你现在还要砸他的信 妹妹吓得缩到一边 爸爸妈妈撑到这个消息 无力地跌倒 他们的身体 好像被抽空了力气 对不起 对不起 他们好像只会说这一句话 过了好一会 他们才爬起来 妈妈失神地念叨 我受不了了遇事 他和爸爸离婚了 哥哥也疯了 每天抱着那封信 念着我的名字 和我说好多好多话 妹妹得送去亲戚家住 这个家散了 而我也该彻底离开了